穿着黑色上衣男子被警察团团包围 还想再回到车上 但被制止双方爆发激烈 口角争执 由于援警在车上发现可疑物品 马上进行搜查 也搜到大量毒品 这起事件就发生在20日晚上7点多 小客车临停在基隆仁岳路车道上 车上驾驶疑似睡觉了 因为假日市区交通流量大 警方互报后前往现场 发现车辆并排临停 唤行驾驶开启车窗门后 疑似有毒品的气味 经警方盘查 当场于车内查获黑他命两包 咖啡包五包 以及青色药丸一袋及刀血 男子以现行犯上口逮捕 因为现场就在基隆庙口商圈 跟爱四路夜市附近 也引起现场大批逛街的民众围观 经过调查这名良性男子 十九岁形式上已经算是成年了 涉嫌公共危险及毒品罪侦办 警方将进一步追查毒品来源 借朱丁荣 基隆报道